不同于其他国家使用的车向分流 集一车辆行驶方向区分车道 例如右转车左右侧 执行车在中间 我国的车重分流则是根据车重区分车道 如机车与汽车分开行驶 这种方法制造了大量的车流冲突点 台湾的交通议题自今年以来成为热门焦点 国民党立委叶玉兰点出问题核心 我国每年超过3000名行人和驾驶在道路上丧生 这背后的问题并不单纯 是因为我国采用的车重分流方法是全球所独有的 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不同于其他国家使用的车向分流 集一车辆行驶方向区分车道 例如右转车左右侧 执行车在中间 我国的车重分流则是根据车重区分车道 如机车与汽车分开行驶 这种方法制造了大量的车流冲突点 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叶玉兰议员提出 我国的交通制度需要重新建构 他主张 我国应参考日本和韩国的交通安全法 其中需要确实包含改革的关键要素 例如责任 监督机制 及各方参与等 他期望在下届会议中 能够完成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的立法工作 不论2024年的总统是谁 叶玉兰都呼吁 必须优先考虑召开交通安全的国事会议 并且行政院长每年应向国会报告交通改革的政策和目标 他认为改革交通安全是当务之急 所有人都应该参与这场全民运动 才能消除台湾作为行人地域的污名 事实上 车重分流的问题在各地都能看见 像是台北市中山北路就是其中一例 虽然骑车道设计为外侧为慢车道 内侧为快车道 但在尖峰时段 该路段常常车龙绵延 尤其中间的道路禁止机车行驶 导致道路空间闲置 此外 双北地区的桥梁车重分流制度也存在问题 例如 某些设计下 机车驾驶需要在上桥前先练习入行弯 因此事故率偏高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不少机车族的不满 总结 台湾的交通问题早已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 透过跨部门 学者 专家和公众的共同参与 我们期望能够见到一个更安全 更人性化的交通系统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他曾经对台湾的驾照制度提出批评 并给出建议 然而却收获了许多网友留言 要他滚回日本 因此他开场自嘲表示 被最多台湾人说滚回去日本的日本人就是 8月20日 在凯道举办的环卢渔民大游行中 一名日籍网红 伊枯老师 以特邀嘉宾的身份踏上舞台 他曾经对台湾的驾照制度提出批评 并给出建议 然而却收获了许多网友留言 要他滚回日本 因此他开场自嘲表示 被最多台湾人说滚回去日本的日本人就是我然而 他的核心讯息却是希望为了更好的台湾 能进行必要的交通制度改革 当天下午 台北市突袭的大雷雨成为他演讲的一个批语 他说 下一点点雨有关系吗 你们的家人流下的眼泪更多 他赞赏台湾在高科技和医疗方面的发展 但强调台湾的交通制度落后日本至少20至30年 他不解的问 媒体对此不感到奇怪吗 一直报道交通意外和增加的死亡人数 但改变却迟迟未见 他还说 为何台湾有3000人因车祸死亡 而日本人口达1.27亿 但只有2700人死于交通意外 他对比这两国的车祸死亡率 叹息台湾已经成为了行人地狱 他进一步指出 台湾的驾照制度有待改善 以日本为例 驾驶员每三或五年必须更新驾照 确保他们的势力 听力和判断力都达到标准 相较之下 台湾的驾驶员直到75岁都不需要更新驾照 这在他看来实为荒谬 哇 真的很方便 但不 台湾太过随便了 他进一步说明 若不强制实施相关法规 明 后年台湾可能会有3000人因交通事故丧生 受伤人数更可能高达三十几万 他直指 台湾没有强制做人行道的法律 是拜托性的 这需要改变 日本就是为了国民安全 不需问任何人 就会盖人行道 在面对部分批评者 他表示 我觉得讲实话是很痛苦的 有人骂我 但我是台湾的一分子 这一代或许不会受到影响 但我们必须为下一代做出改变 社群网络上 不少网友表示支持 有人称赞 一哭老师的勇气 也有人因他的真实发言而对他表示歉意 但也有网友认为 台湾的交通问题不只是制度 更是人的素质问题 另外 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参与人行道建设的经历 表示每次参与都心痛 因他的太太是伸仗者 而新建的人行道往往考虑不周 如有变电相阻碍 使得轮移使用者无法同行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